白露演技秘诀揭秘,亲身体验密室,视觉选择剧本。 备受瞩目的女演员白露最近透露了有关她在拍摄以爱慰迎时的一些引人入胜的细节。 在一个坦率的披露中,白露分享说,她在整个秘密房间的时间里故意闭上了眼睛, 为她在角色证书役中的准备增添了一层神秘感。 以她对剧本选择的直觉方法而闻名的白露强调了依赖本能的重要性。 她塑造的每个角色,包括郑书役在内,都展现出与她现实生活中的个性相似之处, 展示了这位女演员将自己的个性无缝融入角色中的能力。 在以爱慰迎中,郑书役是一个与看似冷酷的首席执行官积极互动的可爱角色。 这种动态的互动为剧情增添了深度,而白露对这一角色的刻画吸引了观众。 尽管角色和现实个性之间存在明显的对比,被鉴定为ENFJ的白露成功地在每一部作品中为拍摄现场创造了友好的氛围。 与她公众形象中不断积极的形象相反,白露强调了在维持平衡和屏幕上欢快存在的过程中进行自我调整的重要性。 她将自我和谐的过程保持私密,使她能够无缝地过渡到不同的角色,并呈现出真实的表演。 在强调她对剧本选择的第六感时,白露敦促粉丝们相信她的选择,并表达了她连接故事本质的信心。 她对一口气读小说的偏好反映了她对讲故事的沉浸式方法,特别是以爱慰迎的原著小说令人沉迷。 回忆起与男主角王鹤蒂在片场的初次见面,白露回忆起与导演在水果讨论中的一席轻松对话。 这个幕后趣闻揭示了拍摄过程中流行的伙伴关系和轻松的氛围。 在一个假设的情景中,白露相信郑舒逸由于其调情和可爱的技巧会在爱的追求中胜出。 扮演这个角色不仅为角色增添了层次,可能还提高了白露自己在屏幕上表现可爱的能力。 超越娱乐行业的璀璨和魅力,白露重视相互有益,强调了朋友在特别是在困难时期为她带来的支持和快乐。 她个人哲学的这一栋查理强化了她对真实性的承诺,无论是在角色中还是在屏幕外的人际关系中。 随着白露不断以她多才多艺的表演吸引观众,她最近的皆是为粉丝提供了对这位女演员奉献精神、本能驱动的方法以及她在公众形象和私人生活中保持微妙平衡的更深层次的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